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大家好 欢迎收看天羽柴社 我是天羽 这里是我养柴犬的犬社 今年的秋天要比20年21年的时候要冷很多 20年21年的时候啊 这个小狗狗出生在这个阶段 在这个时间段 它是没有用加热店保安店的 而这个今年啊 我给所有刚出生的狗狗都用上了加热店 然后看 这是我给狗狗们安排的航空箱 每一只狗狗一个航空箱 狗狗这个 你像有方便泡的时候啊 或者晚上的时候啊 它会进去 因为现在天气冷了嘛 一个狗狗住这个航空箱是非常宽快的 非常舒服的 然后我买了很多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航空箱的用途吧 就是我犬设的狗狗去新加的时候 都会这个用航空箱运输 第一个就是 航空箱它是一个 让狗狗能感觉到很舒服 并且安全的一个环境 因为它里面是一个密封性的 有这个透气格 并且这个 关上这个东西啊 这个狗狗它在里面是无法打开的 它这个门是这个向外开的 它用爪子或者用嘴咬它是开不开的啊 这是一个很安全的一个设计 并且 航空箱的这种 这个内部的这种这个构造啊 就让它明白这个 这个环境能带给它安全 因为这个狗狗这种动物呢 这个非常喜欢带在一个狭小 然后安全的环境里 我只是买了20多个航空箱 然后还有这几个没用上 还有一个这个航空箱是多大的呢 就是说这个航空箱长是68厘米 68厘米的 呃成年的柴犬 住在里面是非常的宽松啊 不管在家 我们在家里背一个这种大号的航空箱 就说狗狗不听话的时候 就让临时关进去也可以 我们外出旅游的时候啊 是吧 这个烧着狗狗 把这个航空箱放在后壁箱里 然后让狗狗进去 也是一种安全的财带 也能减少狗狗晕车的那种风险 因为这个如果一只调皮的狗狗 在车厢里啊 这个不听话的时候 可能会影响驾驶人主人安全 我们有了航空箱之后 直接让狗狗进去 呃我们介绍完了航空箱啊 然后把大熊放出来 还有真相放出来 要带它去一个山脚下 让它们两个玩一玩 呃跑一跑 然后和大家介绍一下柴犬的知识 大家看 这个就是柴犬大熊 我犬设的非常漂亮的一只 这种公圈 它的孩子非常优秀 它的背毛哈 它的体色 属于这个真正的赤色 然后这是它的小媳妇儿 真相 一只活泼 可爱 机灵的小狗 真相还没有和大熊搭配过呢 真相长得特别的小巧 看 一蹦一蹦的 哈喽 来和大家打个招呼 好可爱的 它好可爱啊 这小狗 好可爱的小狗 真相 躺下躺下 已经挠了你肚皮 它特别喜欢让我挠它 它特别喜欢让我挠它 这小狗 小可爱 它长得好可爱 你看跟小竹子一样 一挠它 你看它 它就挺了 你看它 一脸舒服在这 它还没有挠过妈妈 然后大家会问我 就是说关于柴犬怎么养 它的毛色会亮会好看 如果有条件的话 多给它补充软鳞肌 还有这个深海鱼油吧 就是说给它多吃一点三文鱼油啊 给它选择狗粮的时候 可以给它选择这个 含有这个鱼种类比较多的狗粮 这个尽量的多选择 这种五谷狗粮 因为小奶狗小的时候 可能要给它补充一点这个能量 像玉米粉之类的东西 等它成年之后啊 想让这个狗狗好看 这个牙齿色也少 就是说多给它吃一些五谷的狗粮 就是说 以这个肉豆原材料做的狗粮 也比较好 也比较好 下开 它的尾巴特别短 你看 就 我一把就乱过来了 很漂亮的小狗 还有再和朋友们聊一个问题 就是说 关于柴犬挑食的问题 首先我不知道大家给狗狗吃的是什么样的狗粮 可能这个狗粮很贵 也可能很便宜 但是这个如果是这个狗粮呢 这个狗狗吃习惯了 或者吃时间长了之后 它变得不爱吃了 大家可以尝试给它换一种狗粮 换一个这个类木啊 相差特别大的狗粮 比如说这个狗粮我们吃的原材料是牛肉的 或者是鸡肉鸭肉的 我们就给它换个深海鱼的 是吧 给它对吊着来 让它尝一下这个狗粮的新鲜感 如果这个狗狗呢 这个吃狗粮啊 就是说实在是白野吃 这个时候我们就要考虑呢 给它加一些生骨肉 或者是鸡肉鸭肉 然后这个鸡腿肉鸭腿肉 给它调一下它的肠胃 可以给它加一点蔬菜之类的东西 因为有小狗粮呢 这个狗狗它实在是白野吃 狗粮的口感啊 其实并没有那么好 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 可以尝一下狗粮的口感 就跟我们吃的鸭脱饼干一样 非常的难吃 这是第一点 就是说千万不要听见别人的这个 这个让狗狗是吧 饿饿了它饿了它 你要分清楚它为什么不爱吃啊 你给它肉你看它吃不吃 是吧 不要一味的去让狗狗 你给它饿习惯它也不吃 因为它觉得那不是它好吃的东西 它吃的可能会很差 就是好的喂养一定会通过狗狗的外带 就是说表现出来 它的背毛啊 它的身体状态啊 它的精神状态啊等等 如果这个一只狗狗它的背毛很差很乱 那么它吃的东西肯定是不是太好的 就是说这个家里的狗狗挑食了之后呢 不要老想着给它绝食让它饿 一定要找对方法 可以给它换个狗粮 可以给它自制一点狗粮食物啊 是吧 我们可以煮一点这个南瓜红薯啊 还有鸡松肉 鸭松肉啊 给它掺在一起给它吃 也是一种非常好的狗粮 狗粮只是一个统称啊 就是说狗的食物 狗的食物有非常非常多 你想想是吧 我们给它自制啊 甚至比狗粮还要健康还要卫生呢 狗粮这个东西经过膨化之后呢 它的营养成分肯定没有配量表上那么高 因为它这个要经过高温膨化 食物里面的营养成分会大大的流失 包括冷压技术 还有膨化技术都是一样的 它不可能保证 就是说它原材料里面的这种营养价值 我们给狗狗吃一些自制的食物 相反可能会觉得它会不会引起它的挑食啊 正确来说的话 给它吃一些这个自制的食物啊 还是比较好的 就大家觉得我犬设的柴犬种工 大熊它的样子漂亮 身上的毛色特别吃特别好看是吧 其实大熊在小的时候它是比较黑的 只是这个经过这个这么长时间的沉淀啊 它这个彰显出它的整个的背毛很吃了 这就是柴犬一种黑色的沉淀的一种 在小时候黑长大之后对应吃的一种表现 然后现在犬舍里有几只大熊的后代 它的女儿 然后可以订 大熊这个女儿啊 都是黑嘴巴 它的嘴巴都特别黑 都跟大熊一样 其实这相对来说是一种比较好的表现 呃有很多朋友们买这个柴犬的时候 老是关注于柴犬的嘴巴是白的好看白的好看 是黑的它慢慢退啊也会退成很好看 因为你养狗不是养个一年两年几个月 你是养十多年 就是说慢慢让它变成它最好看的样子 随着这个年龄的变化 就是说基因的这种传承啊 慢慢变成它主宰的样子 非常的有魅力啊 就说不要管它嘴巴是黑的 它是一个很有魅力的犬种 虽然是这个不太怎么听话啊 但是它外边却是好看 今天我们的视频就到这里 我要回犬舍了 哎呀太舒服了这环境 看 看 特别舒服 还有个小河 特别干净啊 老姑就和大家说代价了 大家再见